可能因为紧张害怕 不知道市立员连恩典和动保所人员 正在合作检掉捆在他身上的网子救援帮忙 有着漂亮黄色眼睛的灵脚霄 瞪大眼睛发出叫声令人不舍 这只属于保育类鸟类的灵脚霄 和另外一只一起落难的夜路 在暖暖区定内街山上 被刻意设置的大型鸟网网驻 不知道多久动弹不得命悬一线 幸好巧遇路过的庙宇师傅连鸟带网 先救下来送到市议员连恩典服务处暂时安置 议员赶紧通知市政府动保所人员来接手 一起合作剪断复杂的鸟网 幸运捡回一命送回动保所安置检查 灵脚霄和夜路 这两只呢刚刚我们看到这两只目前还活着 所以那师傅就很拼命的把他救下来 那送到我服务处来 那这个师傅也因为这样子被灵脚销 这个抓伤了也有伤口 那我想这次这个事件 我们后山我好久已经没有发现 有这种情形了 那现在怎么还有 居然还有人在放这个鸟网 都是违法的 那我想我们如果我们去碰这个网子 大概也怕有麻烦 我们请市政府的人来处理 那恩典在这里呼吁大家 共同来维护我们这个生态 那也共同来爱护我们这些的鸟类 连恩典表示 由于不知道是否有鲁哥集团 刻意设置大型鸟网 因此呼吁民众 如果在山上发现有鸟类 被刻意设置的鸟网网住 如果不方便处理 可以先拨打1999专线 通报市政府相关单位前往救援 避免有其他危险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